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级整室,我是千涵 今天邀请到万通国际林中翔分析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联发科在9月营收公布之后是表现很不错 那他今天是跳空开高 那相关的IC设计族群有没有可以受惠的呢,老师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联发科 联发科在今天跳空开高来到了 700块以上,他已经空方的所谓的跳空缺口 今天已经完全补掉了 所以在这里IC设计在这里会搭上一个反攻的列车 首先我们看一下联发科 各位你可以看到今天是跳空上涨 跳空上涨来到了700块以上,对不对 前面这里有一个缺口 空方的缺口在这里也已经做一个站上了 所以IC设计在这个地方做领军 那IC设计做领军各位同志朋友就可以看到 那下一档我们看到世新 世新在这里来说受制季线的反压 在这里来说,但是今天是小涨 今天量能在这里没有很强 所以你不需要去做过度的追高 低阶就可以了 那在这里叫做注意这个季线 会不会有效的站上 有效站上就会开始做转强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爱普也一样 今天也是受制这个季线 在这里来说第一次碰到季线 碰到季线在这里由于季线下完本来就会回档 但是季线下完回档在这里来说能不能在这一次做站上季线 爱普他的营收也公布了 4.7亿也是创新高 在这里来说也是一样慢慢做走高 要注意到季线的位置 创意在这里也公布9月的营收也是在创高 他也是受到季线的影响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但是各位联发哥已经过季线了 对不对 那这些股票哪一档股票会慢慢慢慢过季线 原相他也是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也是受季线的影响 所以今天的格局大概就是这样 不过今天有一档股票很强 就是352的同志今天涨停板 他是已经过了季线 在这里守住月线今天做转强 所以在这里来说 各位今天礼拜一台北股市跳空大涨90天 今天收盘应该还是向涨的 注意到每个礼拜一如果是大涨 这一周的行情应该都不错 所以有机会完成 今天差13000差一点点 但是差一点点并没有关系 为什么没有关系 因为各位过不过13000 在今天过不过13000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未来还会不会涨 如果未来还会涨 那13000就不是压力了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空单在这里来说 也创下了新高来到82万张 所以在这里我不看坏了 各位在这里就好好选好股票吧 像比如说352的同志 我们在Telegram里面有做说明 有买的都赚钱 对不对 你有敢买就赚钱 你没有买那也没办法 我们的客户在这里 我上个礼拜就开始讲 我们买在平盘93块3 现在涨停盘也来到105块了 各位已经赚了十几%了 很强很强很强 那我想问一下 所以联发科现在真的已经完全走出华为 尽力的利空了吗 对啊 你看联发科我们看一下 今天跳工嘛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缺口 这里有一个缺口 对 这个缺口已经完全补掉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做转强 既然联发科做转强 IC设计股也就不会太弱了 在这个地方各位如果空手投资朋友 你就注意低接IC设计 那联发科转强 今天要不要追 今天不要追 那注意到拉回5日均线左右 还是可以做布局的 是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最新消息 欢迎加入老师的Light跟Tagun 财经的事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